粉色外套沿住头部被警方带回 他就是新中街大楼酿六死火警的房东 七十五岁庄仙夫人经过漏夜讯问 七号重回火场走出派出所 他一路低着头 平平致歉却否认在楼梯间堆放回收杂物 不过直击火场内部却是令人吃惊 杂物占去通道三分之二的空间 还有一处更放了床垫冰箱木箱等 一般进出都难以行走了 更何况火警发生逃生慌乱之际 根据了解这栋大楼屋龄三十五年 地下一楼地上七楼 四十一间小套房以五千到七千元出租 二零二一年三月 消防设备不合规定有改善 同年十二月堆放杂物被检举移送 环保决两年来财罚屋主二十四次 二零二年强制清除共四次 最后一次还是出事前两天 根据了解这一名女房东被裁罚也罚不怕 争议不少二零二一年有房客拍下他整理回收杂物 顺手牵羊甚至被告说好要出租大楼 让对方做饭店却十年还收钱被判还钱 也因为长期堆放杂物 房客检举 环保局开罚强制清除 他还恶人先告状反告环保局侵占 这回发生火警道歉也晚不回 六条生命 三胸中部综合报道